网友脸书发文,留言,图,翻设自脸书2020唯一支持韩国瑜高雄市长韩国瑜声明自己愿承担中华民国,但现况窘境还叛党中央解套,在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以妈祖托梦说,投入参选震撼谈后,有蓝营人士鼓动北郭南韩,表示这样才能取得国民党双赢,对此,韩粉相当不懈,警告蓝营,我们这些非韩不投的人, 绝大都是无党无派的也有蓝,少数绿的朋友,我们纯粹只是认同韩国瑜艺人,有韩粉在脸书2020唯一支持韩国瑜发文,感叹,自从郭台铭表明参选总统之后,台湾整个风向几乎180度的转向,并指出从国民党高层,各派系的民意代表,各家媒体新闻,各政论节目,乃至横跨党派的名嘴,都转向了,同时,也点名只有中天电视, 电视台,新闻深喉咙,大政治大爆卦,以及媒体人陈辉文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,韩侠高民气,名嘴欲,国民党权贵不要再卡韩画风一转,这位韩粉痛批,最近很多名嘴都说到,我们这群非韩不投的,都害到韩国瑜,也害到国民党分裂,现在甚至有的说,不如让韩好好待在高雄固好难台湾,等四年八年把自己的团队养好再拼大位, 只是他们这些名嘴真的忘了,我们这些非韩不投的人,绝大都是无党无派的也有蓝,少数绿的朋友,并进一步指出,我们纯粹只是认同韩国瑜艺人,相信它可以带来不一样的愿景,可以改变政党恶斗,可以让大家认同国家,可以让台湾经济更好,可以改善百姓生活,所以我一路走来所强调的就是, 不忘初衷,坚持你的选择,非韩不投,台湾才有机会可以改变,各位好朋友请继续坚持你的选择,感谢,文章一出,韩粉们也纷纷表示,就看我们韩家军的努力了,继续发挥非韩不投的威力, 直到韩国瑜当上总统,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,只要在乎自己在做什么,摸摸自己的良心,只要是做对的事干到底,这也是人民对国家的责任,悲哀,非常痛心韩粉被污名化,那些所谓名嘴门哪一个有骨气,是诗捍卫韩国瑜犬总统,忠实电子报莱斯布洛克阿兹,会